站起來 等一下 醫生護士雙手搗扶 鄭先生因為騎單車摔傷 半身癱瘓 無法使力 這一幕讓家屬心疼難過 更直指 害人摔車的元凶 就是水溝蓋縫隙 我去車子是夾在水溝蓋上面 然後整個人飛出去 然後頭著地 我以為我掉進水溝裡面 結果不是 我倒下去之後 我四肢就沒有自覺了 重回事發現場 當時鄭先生到台中大渡山去騎車 就在經過這一處水溝蓋時 汽窄的車輪 卻陷入了水溝蓋縫隙當中 當場摔飛 我們騎車的時候 我去壓到那個水溝縫 對 然後壓到之後 車子是完全被鎖死 然後整個人飛出去這樣子 這麼一摔 就連拿水杯都沒有辦法 更別說原本賣改裝車精品 還有腳踏車的工作 全部停擺 不知所措 將來的很茫然 家屬質疑會摔車 是水溝蓋設計不良 但主管機關建設局 卻不這麼覺得 他們去勘察 這個地方 這個水溝蓋並沒有破損 然後符合他們的施工 工法 建設局表示會在勘察 未來也會汰換老舊水溝蓋 但騎單車健身 卻變成半身癱瘓 家屬現在申請國賠 更希望能趕緊汰換 害人癱瘓的水溝蓋 記得禮謀招黃金鑲台中報導